訂的話大家可能知道等多久 可能沒辦法保證 目前之前客人都還沒消化完 目前在這裡沒有再接新的預訂 到幼局想買合裝兒童口罩 買不到也不能預訂 另一間幼局也是相同狀況 你可能不想那種 我六年級 我六年級那可能目前沒有 如果是預訂的話 我們目前沒辦法接預購 因為他也不知道會不會來 第二間幼局好一點 但只剩幼童跟兒童口罩各一盒 如果想買高年級以上的兒童口罩 依舊買不到 而其實兒童口罩缺貨已久 開放自由競爭 自由買賣的時候 這一類的口罩就已經非常難叫貨 馬上給我們的答覆是 口罩工廠的話 它生產還是以成人的口罩為主 不僅自由買賣的合裝兒童口罩 買不到 就連實名制口罩款式 只剩一款有貨 實名制的話 現在目前到目前的話 都是總統的這個規格 這個款式 那以前來講的話 有這麼多的款式可以選擇 即將開學 兒童口罩每天都至少得銷扣一片 面對口罩價格翻漲 或是根本沒貨可買 讓家長好心急 我有去過藥局問 但就是都沒有 就是賣完了 不然就是價格拉得很高 可能一個要十塊 賣不太到吧 賣不太到 那像小朋友開學的話 有口罩可以夠用嗎 不太夠用 對於家長反映兒童口罩不足的問題 經濟部主管機關未接電話 無法取得回應 不過指揮中心22號公布 先前有不少人預購實名制口罩未領 若原本預購的門市停止營業 將在24號簡訊通知重選地點 確定補領地點後 會在28號簡訊通知 就有兩週時間可以到指定地點領取 記者信眾謝偉宜 台北報導 記者信眾